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今天我们时事中文会说五字 中五个五,五马个五,隔五连个五 在一些玄学的角度,大家的解困就很简单 很多术士会走出来说 五已经是代表玛了 因为隔五年,今年也是玛年 所以五又马火太王,昨日立春 正式进入玛年第一日 所以五马病逝 这就是玄学推论 我们当然不是说这件事 只不过很多人真的要用这个角度分析 如果真的要用解困的角度去看 我们怎样看五马病逝 反而真的跟另外一种玄学有关 要是他做术士 最出名 做善女幽云,燕赤霞 做到拿奖 那张Poster大家还在存在 那张国荣 张国荣 何祖宜 五马 那张Poster真是一串 经典 但问题就是 反而我觉得这个角度值得 回来看到解困 由五马逝世 我们反思回 他最当旺的时候 其实就是香港文化創意产业最旺 那个时代 也就是经济最蓬勃 对外也好,对内也好 都南马市场也好,大陆市场也好 很多时候我回到大陆 比如我小时候回到大陆 他们还叫我教你看周星馳 和《善女幽云》 就是警察故事的电影 他们讲了什么 就是他们想听完美的广东话 他们实在学习 我朋友回去 譬如威仕那些 譬如问你什么叫毛里头 他们都说 他们那时不断地在学习 广东话的语言 你看回 譬如 不幸刚刚一时发生 就是语言的争拗 就是昨天讲过的 教育局出了一个文章 就说 广东话就不是法定语言 是一种方言 昨天也继续有人讨论 首先语言和语文 又有人说 写和讲不同 我们一早就讲了 我们已经 中文的好处就是这里 我们昨天已经讲了 但是你说立法会 议员就不用说 我这一次发言 是 但是写呢 就自然会记录了 我这一次发言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如果是 他不是不接纳你的语言 是 但是法定记录的语文 就是用白话文的 是 没有争拗的 但是教育局那篇文 都是古怪的 他那里说 那是什么 日常社交 和家居的语言 肯定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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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在家居 在法庭也有广东话 在立法会也有广东话 我被人 跑牌去上庭 那些不是要 说广东话 或者说白话文 是 法官大人 我这一次 狠不小心 狠不小心 再駕駛時 就是 整件事会变成这样 所以语文和语言 那件事情 不关事 但是反而就是 想起 另外一个讨论 在另外一个层次 就是文化界的讨论 就是广东话的价值 是啊 我想说 就是 我们看回一个语文 其实 这件事可能很老 可能很老 但是我想说 语文就是和经济实力化 那一件事 我们首先想想 我们撇除 语文当然有优势 和有差和好的分别 不同地方有语文 我们先讲这个 讲一个抗散力 我们看语文抗散的成分 为什么那么混 例如英文 因为它称很多国家殖民地 就是很多 它拥有很多成分 所以英文就确实了文化 而其实中国以前 就是 给我们香港的所有 立合文化 你也好 你也好 书入也好 他们接受也好 Cantle Pop 广东歌 广东练影 就算我们特意说 做一个 例如王菲要做一个 国语 或者普通话版的 他也想听回 广东话版的 多年 那你看到就是 当时我们香港人从来 没有担心过 我们的广东话有任何危机 这瘋得如何呢 我经常听过 我以前给了一个罪天的想法 说我懂得学普通话 我回到酒店 但是现在我去做 总统套房 谁不来服务 当年有些前备这样说 这些是金鸡一的故事 可想一言之 这些经济的实力 可以去到怎么样 但我觉得 反过来说 就是 等于你想想人民币和港币 对 如果你想想广东话和普通话 你想想人民币和港币 没有人会跟钱斗气的 对 那现在的人想不想收人民币 一定比20年前 30年前 普遍很多 现在愿意 更愿意去收 而且汇水也更高 香港人也越来越买 所以你看到文化潮流 都是越来越多人学普通话 当你说要去 要去保障广东话的时候 其实你是说 我在抗拒普通话 还是你在提升广东话的价值呢 这个才是重点 是不是 两个不同的答案 两个不同的答案 在我的角度来说 你可以选择前者的 就是我纯粹抵普通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消极的答案 是的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积极的答案 你说得对 就想想如何提升广东话的价值 是的 还有我们这个语文发生力 其实600万很多人 真的很多东西 老老实实 你就算多不喜欢独尊金融的香港 为什么港币还有存在的价值呢 就是因为这里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金融中心 很多人要在这里上市 我们又跟那个美元挂钩 所以我们那个港币的价值 还在这里